你现在觉得写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最想克服的是什么 磨了很久之后才写出一千多个字 我是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去克服自己 回忆里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情绪 我就比较担心自己陷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却出不来了 我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出来 但是我写作的过程当中我太全虚幻了 因为我会想被我大伯啊他们看到了之后 会不会就是觉得我把这些家丑给别人看 这样子我就会有这种担心 而且我在回忆就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爸爸不在了嘛 所以就会有很悲伤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就很难写下去 非常抱歉老师 但是我后面会写出来的 我一定要写出来 谢谢 其实说完了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这帮城市一长大的小孩 虽然说家里有房子 可以说相比较其他人来说是确实有一些安全感 但是呢 我其实我自己一直内心理解 就是说我们这种方式各有什么是徒弟和徒弟 不创造价值 我真的就这么想 我说这几年就翻几番 我觉得确实是让我自己都有点 最后感 不是最后感 这倒没什么 这玩意儿你说 就我一个人的承担吗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大 非常宏观 可能很早以前 你突然意识到 好像我比别人生活好很多 那我又要去帮别人 但是后来其实 你跟自己生活一结合 你会发现 有个东西非你一个人所能 我个人觉得 对我来说其实非常无利的 刚才那些读的很多片段里面 大家会觉得 比如说自己的经历也好 或者同学经历也好 可能有的是家庭贫困的 有家庭是各种 父母要打工要离开 留守儿童 如果跟城市里的一些 就所谓的更正常的一种生活 这件事很不一样的一种经历 大家会觉得 不公 生活对自己不公吗 世界其实本来就不公平 我觉得公平 你这个东西是一个人造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愤怒是有的 你去复盘那些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 哇 心心好 就好痛 好 觉得好悲伤 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这里房租多少钱 九百 九百 其实这边有点乱 为什么我没有帮你 是因为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经济上的问题 其实我每次写作要写他们的时候 我都要花好长的时间 心理建设是吧 真的是 其实我有时候 有一段一段的时间 我会很低沉的 包括我把这本书写完了以后 我觉得好像内心 被深深地伤了一次 那你多久回一次老家呀 我其实很近 但也没有很大的这种想回家这种 但目前我爸爸也不在家里 就目前只有我妈妈在家里 这就很难 你是独生子吗 不是 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子 我是属于老大 那弟弟他们在做什么现在 呃 也是做工作 咱们走这边 走这边 我们家里的关系 处料从地形 哈哈哈哈 因为你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写作的这种罪恶 真的有那种感觉的 你看一线天上面 那边很多爱情 对 很多情侣都是 对 90年 31 对 31 嗯 要找到合适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 好像我已经没有这种 不强烈了是吗 对 不强烈了 不强烈了 是 不强烈了 这 对 楼上有点高 没事 没事 7楼 一楼到底 7楼 其实有时候我不是说 我刻意的要去找学生 挖什么东西 而且他跟你说了 你又特别详细 你又知道 必须写 他每天爬梯层还挺多练的 是 还挺累的 我们先穿口气 Fashion Classic 费居 哇 哇 哇 啊 嗯 啊 啊 啊 在这房间留下的最开心的记忆什么时候 这个还真没有 真没有 没有开心的记忆吗 有开心记忆 可是就很平常 可能是没有特别 最不开心的记忆呢 最不开心的记忆啊 这个也好像没有 现在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就是下了班 然后回去对着四堵空墙 对 是不是挺普遍这种状态 主要可能是因为之前说的 大家可能对生活什么的都已经躺平了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回避正面看待自己的一个情况 对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觉得为什么呢 为什么 其实我真的希望所有的人 我接受的人都过得很好很好 没有这本书 但是你又知道了这些东西 好多孩子的故事 真的很残酷 说说写的时候都哭 其实我内心有好多东西 很幽暗的东西 我真是觉得好惊讶 现在那么重要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契机来谈论 其实就是说教育产业化以后 教育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就讲这么多 薛老师看你 好 你有没有想问他们的 好吧 总之我觉得今天下午就短短40分钟 他我觉得挺击中我的 我觉得就那些简单的直言片语 然后那些我从来没想象过的生活经验 我觉得这种非常具体的细节 对我的影响冲击是很直接的 然后但是现在我爸怎么问呢 我特别想坐在一起还怎么样 老师好 我是刘娜 我是在小乡村 原生家庭 但是为了要生弟弟就把我送走了 然后长大的话也是 那种自卑情节 就一直带着的那种感觉 我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家族里 父亲有六个兄弟 台航老四 我是老三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我觉得我跟我的爸爸就都很像 因为我们都是中间的孩子 我会重视的那一个 我其实富足了三年 之前我去电影的 小北店 不能出浪费吧 但是确实你已经任性了很久了 也得担任责任了 这种感觉 我其实小时候也是一个留守儿童 后面也是跟父母一起到深圳这边来 其实我是看过黄能老师的作品 然后知道他来深之院 想的不用想就来报名了 你当时读黄能老师什么作品 什么感觉 我二本学生 其实当时读的话也会有一种感觉 这是不是就是我的未来的那种想法 好 语欣 这是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你好 这是语欣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徐老师看到你 找到一个作文了 写的作文 哎 我啥时候写个作文了 哎呀你看你的外界了 哪里看看待会儿 那个时候交给我的作业啊 我还保留了呀 我没有记忆了 我记忆力比较差的 没有哦 你还写得很好玩的 啊 证明 会识了会识了 徐老师 你好 张证明 你为什么受伸这样了 你们多久没见了 好像有一年多了 还是多 有一年多 跟你没一年多吧 我去你不是到你宿舍去了吗 你为什么受伸这个样子了 没有还好吧 我做课题呀 今天暑假 以前什么样 你们上学的时候 这是什么样子的 上学 你被认出来了 特别的热闹 人特别的多 晚上的话 这里真的是全是人 对 对 而且这里什么都有 哦 特别齐全 我就住过三个地方来说 就是真的龙共是最方便的 尤其地铁修起来以后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地铁了 这是知识分子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可以 到里面照片啊 对我们坐这里 那个谁呢 还有一个小伙子呢 韦福啊 韦福很快就到了 哎韦福 哇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啊 今天我一定在徐老师 带你这里买一份保险 徐老师 徐老师 你们对黄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 理想主义 就是上课他就很真诚的 直辣辣的 什么都讲 会很平等的跟学生 那种沟通 很多同学有什么心灵辅导的 都会找黄老师沟通这些东西 他有一点给我精神导师的一个感觉 嗯 对 跟他其实还算聊得多的了 在学生里面 因为雨昕那个时候总是不去上课嘛 整天待在宿舍 哎为什么呢 你说为什么 啊为什么不上课呢 没有没有 其实最主要是感觉心里面没有那个动力 嗯 上课没有吸收到什么东西 嗯 但是最主要还是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学到这个东西我怎么用 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方向的目标 嗯 像我这种不上课的人 挂课都比较多 那时候是接受惨动教训 嗯 最多的时候啊 嗯 比较痛苦的时候 嗯 但是我喜欢听他去讲精神世界的东西 就是在精神上我觉得 哎 我上他的课很放松 嗯 你记得最早让你们写作文的事吗 不记得了 哦 这记得 记性差 刀给他看看 结果真机还留在我那边 对 对 嗯 在隆冬上学 偏一点吧 离开广州城远一点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以前说偏哦 但是现在一点都不偏了 以房价为这个基准 来去衡量这一切对吧 对 说到房价 嗯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房价的感觉还不那么明显 应该说这样 我根本就不了解房价这个东西 嗯 对 就是特别无资 但是就等我对房价有这个认知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去到两三万以上了 你是不是开始对房价有认知了 那肯定毕业 我毕业都两三年之后 嗯 就像年师兄说的 他当时的房价是两万多 在我毕业的时候呢 嗯 是上升到五万六万多了 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后来是慢慢躺平了 就是觉得 有些东西的话必须接受呀 不接受自己会更难受 合并的时候 对 所以当那年轻人不想努力 其实也是有原因 好像大家现在已经把公务员当了 最最最最最最好的工作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最终的一个抉择了 我们 我02年硕士毕业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考公务员 嗯 好像现在是有很多 我可能就是工作了几年之后 嗯 回去考公务员 回去考公务员 对 这种就是真的知道稳定的好处的 嗯 其实就是这样 是 那你现在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那你现在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说到底 还是那个安居乐 安居乐业 嗯 其实还是这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达成了 我觉得我这心情会放松很多 嗯 其二的话 我希望就是 我自己有一个 我喜欢的东西 可以一直从事下去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对 但是前提是 满足第一点 或者是跟老师学习 写一点点文字之类的东西 你是可以写的呀 你想写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把昨天八一只写得很好的 我等一下拍照好给你看一下 好 回去以后 原吧不应该是我的吗 反正那个作用永远属于你们 嗯 要你们拿那想拿回去就到我这里去拿 嗯 好的 我等我有勇气的时候 我回去看一下 好吧 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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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抓紧时间上课 我们的工作坊也进行了自五个月了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收到了大约十万字的作品 我最大的感经验就是一种自我教育 每个人都是有限度的 像我们当老师 其实那个视野是特别窄的 如果不是有意识地通过这个工作坊的话 你们的很多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被遮蔽掉的 好 举一些例子 我觉得特别留意的一点 就是你们到生殖院来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发现很少有同学是欢天喜地的 心甘情愿的 因为你们很多都是上了本科线 才到生殖院来的 为什么又没有去读本科了 因为读本科太贵了 还有这对童年的回忆 你看蔡小飞写 她小时候她爸爸妈妈带来在工地上面谋生 有一次差点被砸死了 掉下来的木板几十斤 她妈妈以为人都没了 还好 人活下来了 但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心理阴影 觉得小孩子不能在工地上过活就把他送回去了 她就相当于很长时间就留守了 然后留守儿童是什么状况 陆元淳讲着她那个时候在村里面 开着摩托车在国道上飙 旁边是那种开到一百卖的那种大货车大卡车 多么的触目惊心是吧 但是元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 没有爸爸妈妈带她跟着爷爷 也没人管得住她 然后接触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包猪脚 玩碰碰车 捞片门 她的伙伴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你想起她的成长经历 你都觉得特别的惊醒 像采钢丝一样的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所以她有一次 我那次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说她其实是很容易变成这种人的 所以后来自己突然意识地要读书了 然后醒悟过来了 才慢慢地读书 然后又回到了校园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什么呢 有些学生回忆她怎么样高中啊 在我们的心目中可能会觉得 高志愿的学生都是学渣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很多学生都是来自重点中学 甚至是来自重点中学的重点班 他们曾经也是小镇做题家 只是做题的正确率没有别人高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我当时看到我 对我的振动特别大 因为老师经常说源头活水 但是我们这些工业废水怎么办 这个表达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是觉得触目即兴地表达 都是孩子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工业废水呢 是吧 你看这四个字让我们当老师都好心痛的 其实 最后发现小公家是什么名字的 对的 哇他 对啊 他那工业废水那几个字对我猝动可大了 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嘛 然后他会觉得我是工业废水 那这个 那这种持重感 你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或者二十年前嘛 二十多年前 那大人身上这种东西相似吗 没有 我觉得没有 没有 我真的觉得没有 你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啊 你对自己的那种期待绝对不会用工业废水这几个字来 其实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在大学里面教授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学生男学生都不追女孩子的 其实我站在一个他们的一个长辈然后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去观察 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深刻的变化 那些男孩子我其实家里会跟他们聊吗 因为他们觉得觉得没资格 因为你说他说这女生要花时间又要花钱 而且还不见得能够结婚什么的 就是不过结果是不能保证的嘛 但是像我们那一大人那肯定是没钱的 但是他们在追求异性的时候的那种自信 那种对年轻生命力的那种确认 然后那种张扬 哎呀你觉得就像个年轻人的样子 对这二三十年真的变化好大 对对对 对就是那种被遗弃感缺乏意义感是变得很普遍 嗯哎呀我都不知道是他们表达意义的方式变了呢 也可能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昨天还在车上跟我一个学生 聊嘛就说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哪怕在一个不好的大学里面读书 也整天关心国家大事 觉得好像世界上的事情都跟我有关系一样的 他们就说哎呀不关心那些事情 只关心自己 嗯 表达得很直接 嗯 其实我的二本学生那本书主要是写着学生在学校的一些 嗯 就像您在照相的时候它是有个视角嘛 嗯 我这个镜头是站在一个讲台的角度看到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其实我的眼睛背后是有学生背后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像那些孩子像一个快递一样的 嗯 递到大学这个站了 然后递到我的手里来了 然后你打开看了以后你能够发现他们的整个应试教育 还有比如说家庭成长背景 然后整个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后 对他们的那种很深的影响 我看的一清二楚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一线嘛相当于 你说我这么多年跟年轻人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重要了 哎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他那个部分 他妈妈就是那部分 我就不知道不想不太想触及或者什么 就那个东西太情感太强烈了 太悲 太悲伤了 嗯 嗯 对好 好热今天 好热 还是好热 好热辛苦 什么时候能凉快点 大堵车 好没事 等一下再过去 我们走这边吧 走来 走来 辛苦了真的 没事 在这里这里这里 好 哦这里啊 对对对 嗯 那真的挺道中取劲的 好 在这住多久了 住了快半年了 嗯 到15号就整整半年 嗯 你去过那个韦福的那个天台那家吗 我没有 你没去过呀 我没去过 你看到书上写到了是吧 对啊 谢谢 谢谢 然后把空调开了 然后就两一起吃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你在看《夏目数十》啊 这本书买好久了 一直都没时间看 然后看了前面几十页 嗯 我见过他的外孙女 外孙女 嗯 然后在我的东京去他们家 他外孙女以前是家庭主妇 从来不写作 嗯 他到了50岁的时候 突然就开始写的东西 因为 因为夏目数十是49岁去世的嘛 嗯 他就发现 他的外外外祖父 到这个年纪 人家写了这么多好的作品 他自己衣食无虫 然后就 然后从50岁开始写作 写到现在写到80岁了 还在继续写 有时候我是觉得 嗯 还没有意思 写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要有一定的经历 有一定阅历之后 才会写得出来 我现在就不行 我看了你写得很好啊 那个是 我是那种就是 我没经历过的东西 我编不出来 嗯 对 那老师经常就会 鼓励这些学生去创作 然后我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我 我跟他谈了一次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太多烦的东西 没地方跟人说 然后就找一个老师 刚好跟自己关系不错 然后去他办公室谈了一次 然后他陪我回了一趟家嘛 嗯 见过了我生长的地方 然后知道我的过去 他就是会一直觉得就是 觉得我不容易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 要不你写一下 把你妈妈 还有你这些事情都写一下 然后 然后我就写了 把自己关在一个教室 把窗帘拉起来写了一天 嗯 当自己的这些故事 真的被写出来之后 你是什么感觉 嗯 嗯 一开始就是 呃我有个同学 他看了那个故事 之后会跟我说 你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就等于把自己的 根刨出来给别人看 嗯 让别人看到你不好的灵面 把这些打开了给 嗯 对 但是我可能是那种 把东西说出来了 然后我就好了 嗯 然后至于别人怎么想的话 那就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我 也是你们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 因为这些因素远离了我 那我也无所谓 嗯 现在是这种状态 但这个坦然是慢慢才 就慢慢到 到抵达的 嗯 对 嗯 一开始的话会就是以前我会 很想去逃避我爸爸那边的人 嗯 然后很想逃 就逃离这个农村啊 那些地方 但是就是写出来之后 可能对我自己会有一个 就是 就跟过去和解的一种感觉 嗯 我是觉得 过去的那些东西 然后成就到现在的我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成就 哈哈哈哈 现在还是个小小的学生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这几年的话 我就觉得有一种 新的东西 嗯 对 可能像黄东老师 他们那个时候就可能 就算他在工厂下岗了 他现在还是能够做一个教授 然后写这么多东西 嗯 我是觉得就是 这种如果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那个努力 已经很难建立起这种个人意义 心里面会慢慢的渴望 更本质的一些东西 嗯 对 所以我就 基本上我把我爸我妈 还有我哥都写了一遍了 嗯 他们都看到了吗 我没给他们看 嗯 就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们看的勇气 嗯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对物质不是特别 特别有那种欲望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就是 我很知足 但是我还没满足的状态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就有写 上半年最感动的十个瞬间 嗯 我就有写这个 最近一个瞬间是什么 嗯 有一天跟我妈打电话 然后我就突然跟他聊到一个事情 就是他现在五十岁嘛 快 然后如果我一年只能见他一次面 那满打满算他活到八十八岁 那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见他三十八面了 就想到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我就瞬间觉得 原来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 是可以用见面的次数来计算的 我真没有这么说 你真没有 对 说个触动我了一下子 是真的 我就突然瞬间就想到 真的 如果这辈子我真的只能见他三十八面的话 那我接下来这三十八面 还要跟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就很 你就会期待 然后也会特别的害怕 特别要难 对 我妈那时候是一个乡村教师 我到六岁才离开农村的 我爸爸当兵嘛 他在外面 我一年见他一次 所以我就对父子关系啊什么 就 我理解 是的 对 你也好像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反正就你成长方式嘛 所以我看你写这些东西都有一种遥远的亲切 有一种遥远的亲切 那后来你回去过吗 很久不回去 可能那边就是亲戚也不太多是吧 有 有人跑长途汽车 有人成为教师 我有一会儿踢上去把它们写下来 但是重新建立关系很难 是啊 好多年没回去 他们 他们 Bagus 他们 他们 你们 嗯 你们 你们